剷片 雷鳳 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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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雷 風空 加這美麗雪橋 來到鏡頭腦囉 大家好 明天就是聖誕夜了 這個聖誕節 在這個季節之中 我們知道都是大家最歡樂的時候 所以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之中的 三位參賽者 可以堪稱是我們洛杉磯 笑聲最多 然後只要有他們在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聽得到 最美麗的音符 他們是誰呢 就是我們今年 東森新人王的幾位優勝者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e 林嘉純 然後我是今天 東森新人王的優勝 在過去的這場比賽之中 我最喜歡的就是你了 我跟你講 真的嗎 你們兩個拜拜 誤會女生耶 我跟你講 現在就讓大家呢 來見識一下你的好歌喉 來 好 Rudolph the red nose reindeer Hands of very shiny nose And if you ever saw it 然後結果唱鹿 然後鹿的那個掉了 你在那邊拉拉拉 為什麼拉拉拉 請問一下 我有一個外號叫 拉拉歌喉 忘詞歌喉 是不是 對 這個聖誕節的期間 我們非常的開心 請到了這麼多位 這個新人王的優勝 來到我們的節目之中 大家聖誕快樂 然後一定要 多吃 吃好 喝好 睡好 然後過新的一年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開開心心 謝謝 下面的這一位呢 就真的喔 一直以來呢 都有聽Gene的話 他不管是不是聖誕節 他都是吃好睡好 多吃多睡 他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 Joshua 有Hockey啊 大家好 大家好 Joshua 我跟你講喔 其實呢 今年喔 東森新王的比賽呢 我最喜歡的歌手就是你了 對 我是阿姨 等一下 你要這樣好嗎 好喔 你每次一出場的時候 驚艷全場 而且你第一次在海選的時候 我對你印象特深刻 謝謝 對不對 來 有什麼話要跟我們電視節目的觀眾朋友分享 雖然姐快到了 多跟 多回家人 你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啦 而且呢 另外一點喔 真的是也很不好意思 Joshua 因為我們的服裝師已經幫臨界呢 全美國找到最大的聖誕帽了 可是看起來還是有點崩是不是 真的 我找很多家 這家是 這是唯一可以的 好啦 所以我們大家帶來小段表演 讓我們大家再次回問 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OK 謝謝 好友妹 謝謝 歡迎喔 歡迎吳全恩今天要加油喔 沒問題 希望能夠拿走大家 接下來的這一位 為什麼在洛杉磯常常大家都說 田大哥上電視 田大哥上電視 但是田文仲大哥最近呢 是在家裡面 他是誰呢 就是我們第二位田大哥 田沛啦 大家好 我是田大哥 田大哥會來到現場 真的很多人叫你田大哥 對 不知道為什麼收工的時候 大家就會跟我說一聲 田大哥辛苦了喔 我就說 沒有關係大家加油 然後就回家 因為呢 你只要每一次站在台上的時候 就跟田大哥一樣 每一次呢 都可以鎮住全場 因為喔 真的放眼望去 當然 你知道我要跟你說什麼嗎 你 我應該是你最喜歡的歌 最愛的歌手就是田沛啦 對不對 有可以到 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每一次呢 田沛你上台的時候喔 其他的參賽者 當然喔 歌喉不在畫家 你的歌喉也很棒 日宇 你現場的那種即興臨場魅力很棒 今天 是不是也可以給大家 來一小段表演 你也那數來寶給大家聽喔 來 GO 天沛 Yeah M等於Merry C等於Christmas And C又來了 就是Merry Christmas 天沛又來了 來到盡頭腦了 今天獎金肉 讓我帶回家吧 好嗎 掌聲鼓勵 Yeah 可以吧 其實在這個過去的比賽 我知道呢 雖然競爭非常的激烈 但是幾位變成相當好的朋友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金人王的過程 我就是覺得很好玩的是 除了來比賽 我們還會過來上課 OK 對 然後新人王有給我們一些 歌聲的訓練 造型訓練跟舞台 然後就是有些 就是在過程中很像大家變同學 就是不太像一般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幾個禮拜的課程 大家真的才會變比較熟 而且啊 其實講到了這個造型的改造 我們如果看到甜配那個時候 海選跟現在差別蠻大的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現在的造型 跟那個時候的造型 就是那時候是一個 小粉紅頭這樣子 對 然後在過程之中 慢慢蛻變 就變藍色 就有男人味 也不是這麼說 這樣還繼續學習 對 因為我覺得 想要多做自己原創的東西 對 然後就想要學寫詞啊 跟一些音樂的 讓自己甜大哥的梗子 可以繼續往上 去升級對不對 對 繼續提升 好啦 那麼吳權恩呢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個比賽過程之中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真的太多了 老實講 就是真的這次 這個比賽 這個東盛先玩 真的是 我覺得得到最多 真的就是這些友情 這些朋友 是嗎 現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真的真的是 我 對 你討厭誰 我 真的沒有 沒有辦法選 硬要選那個呢 硬要選嗎 自己是果凍吧 沒有 說錯 不是 我就先走了 不要這樣 是我們愛你 沒有 就是真的 因為你知道 我是 我個人是住聖地亞哥 然後我們有時候 來洛杉磯這樣 可是就是 你知道 我們每次來的時候 他們就 要出去這樣子 要不要吃東西 我就感覺說 我這一陣子有 這一陣子 那麼多人 那就感覺很 就是 溫暖 對 很溫暖的感覺 真的 那現在還有繼續表演 有都有持續 可是當然我現在 都是有持續 就是過了這個 經濟之後 我學到非常多 但是他 剛剛有講就是 他給我們很多訓練 這種東西 對 練習 那這真的裡面 我們得到很多很厲害的導師 然後他們可以教很多東西 對 彈射了非常多的秘訣 但是呢 我們常常在講 對他們來講 表演 歌喉 絕對難不倒他們 但是呢 要拿走一萬塊錢 今天在這個舞台上面 我們比的 是歌喉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 其中要比的 就是你們的腦力 你們的智力 你們的智慧 趕快進入到 我們今天的第一單元 智慧王 好 OK 進入到了智慧王 來 三位來賓仔細聽好了 這個階段呢 總共呢 會有八題 率先得到兩分的 就可以進入到 我們等一下的大魔鏡 一位最高分 其他兩位同分的話 三位都可以晉級喔 千萬不要讓旁邊的好朋友喔 我知道呢 你們三位呢 私底下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 這可是攸關一萬元喔 所以呢 好好的把握 我們來看一下 智慧王的第一題 原版的聖經舊約 是由哪一種文字寫成的 一 希臘文 二 希伯來文 三 英文 四 法文 請作答 好的 請公布 三位來賓 我們看到呢 大家一致選的全部都是二 第一個轉過來的就是 Jane Jane呢 希伯來文 為什麼呢 你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你會選希伯來文 因為我知道她是希伯來文 對不對 這一題你自己非常的肯定 我非常肯定 大家都是肯定的 覺得其他的選項 都絕對不可能 好吧 希伯來文 這一題送分題啦 是不是正確答案 二 希伯來文 沒錯 這一題呢 就是希伯來文 恭喜 不錯 接下來我們趕快進入到我們今天的智慧王第二題 好的 請公布我們看一下呢照理來講啦 喜愛音樂的你們 也要多多涉獵對不對 一些呢這個古典音樂 我們現在看到只有呢 Joshua一個人寫的是貝多芬 為什麼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來 用麥克風跟我們講 因為我比較知道 因為貝多芬比較粗名 我比較知道貝多芬 貝多芬的知名交響曲怎麼分你會哼嗎 好 既然我還可以哼得給他們音才要準 垃圾車那個也是他的吧 垃圾車那個 剛剛還跟我分享 我是唱的什麼我剛才 你剛 不是 我是唱的另外一首 走音是不是 那個垃圾車那個垃圾車那個 那個叫做少女的祈禱 還有一首 還是什麼的 那個叫垃圾車 還是一聽就知道從台灣來的 對 好啦 所以你選的是貝多芬 但是甜配你選的是海盾 你跟Jane都選的是海盾 你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心中哼這個旋律的時候 我想到了海盾這兩個字 真的假的 對 Jane呢 你笑得很開心 是因為 我其實本來想選貝多芬 但是因為上一題是2 然後我覺得2在今天 可能是我的幸運號碼 你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又好啊 又來了 不是 又是依照說我們看一下 剛剛呢上一題的答案 然後以這個機率來推算的話 這一題應該會延續是不是 好吧 現在呢 我們看到哦 大家選的答案不太一樣了 正確解答到底是什麼 請看 自費出貨 對 對啦 那是什麼 那個少女心 少女心 其實這一題很簡單好不好 我覺得 這一題說實話 我覺得啦 也是送分題 好啦 那麼這個階段呢 我們的Joshua呢 現在呢有2分哦 接下來智慧網的第三題 仔細聽 六處新旺的六處是指 豬 牛 馬 羊 狗 雞 六種 其中人工巡化最早的是什麼 一 豬 二 馬 三 雞 四 牛 請作答 這一題絕對有難度 來 請公佈你們大家的選項 我來看一下哦 好 現在呢 只有甜配一個人選的是二 馬 為什麼呢 你跟我講為什麼是馬 我想說可能交通來說 會最需要人工巡化這樣 對 這個講法我喜歡哦 就是呢 在早期的話 其實馬之對大家來講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交通工具 所以你選擇的是馬 但是呢 吳全恩你選的是四 牛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想吃牛是不是 你來用麥克風跟我們講 對 有一點 為什麼會選牛 我覺得 因為 要 因為早的時候牛是很重要的 食物這樣 然後我想說 他們應該會 可能就是帶他們走 走去 你把什麼都想到吃 真的 我只想到 你覺得早期牛來講的話 是相當重要 對你來講相當重要的食物 沒有 就是 你覺得是牛 對 我就覺得他 我個人認為就是我覺得牛可能就是會比較早會被對 比較好養這樣子 好 比較聽話 進 你呢 因為我覺得這幾個動物就是牛走得最慢 然後應該最容易被驗化 而且是之前耕田的時候 因為之前應該主要的農作物就是什麼水稻之類的 還是不是就是就要耕田的東西 然後可能是最先把牛先驗化 然後其他都跑太快了就是可能慢一點這樣 那我問你 為什麼不會是豬 因為上一題的答案是4 所以我想說 選一選 就死好了 入造的上一題的答案是不是 好吧 好吧 豬 雞 都沒有人選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階段呢 到底正確答案是什麼 其實這一題 是送分題 算是有問題 這一題我必須要說它是有難度的 但是這一題我真的有讀過 所以這個正確解答是豬 好 剛剛這一題的三位都沒有得分了 我們繼續加油 來看一下智慧王這個單元的第四題 吸土的主要成分是什麼 一 稀少的土壤 二 氣體 三 金屬 四 化學物質 請作答 三 金屬 我們來看一下 只有Jane一個人選的是三 金屬 然後其他兩位選的都是二 來 吳泉恩你跟我講 你為什麼會選氣體 老實講 我算命師說如果不會就選二 我們金頭腦特別去算命是不是 當然啊 拜託 算命師曾經跟你講過 如果在人生要選擇的一個階段 不知道的話你就選二 不要選第一個選第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你金算命師的話 你選二 氣體 大概我想說 因為我實際上不知道吸土是什麼 我不確定 可是有可能我想說氣體的話 那可能比較充實 因為所有 因為土裡面有蠻多氣體的 所以我覺得那可能會是二 那田配呢 你為什麼會覺得是二 就是吸土嘛 所以你知道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就比較 不知道啊什麼 就是比較 比較吸嘛 我想說就是比較不扎實嘛 所以可能是有一些氣體在裡面 我真的是覺得好像有一點道理 仔細聽一聽 其實覺得很有道理 我想改答案 改答案一下 因為有感覺嗎 我原本想要笑你 結果被你這樣一講 這樣就有一點道理 等一下 但是為什麼你剛剛這樣講 那為什麼不會是稀少的土壤 因為這是太字面了 我覺得我們金頭腦不會這麼膚淺 對 很強烈 答案C就慘了 但是A就慘了 答案是C少的土壤 直接對賽 你只能說 要召開記者會 你 先冷靜 先冷靜 看看 冷靜 那麼呢 GIN你選的是三 金屬啊 你選的最不一樣的答案 為什麼 我就是不走尋常路 因為我知道大家一定會 就是 一就是真的是太字面了 對 就稀土就那麼簡單的問題 應該不會 應該會在第一題 所以就是第四題了 所以應該是有點層次的一題 二呢 我覺得我知道大家都會選二 所以我就一般來說 我不喜歡跟大家選一樣 然後其實我在三和四之間猶豫 其實我是學生物的 所以這一題我覺得 其實化學物質也是有一點太廣泛了 就是稀土我是感覺是比較稀有的東西 所以應該是金屬 但是可能是二啦 對 好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現在呢 只要上網去搜尋稀土的話 這個答案立刻就會出來 第一個就會跳出來了 其實呢 你只要有搜尋你就會看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解答是 老師 我愛你 真的 沒有還給老師 對不對 真的是金頭腦 這 這 天大哥想請教一下 為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還滿意嗎 想一下 還滿意嗎 我們的題目還可以嗎 這這是金屬 要再想久一點 去我們節目很有深度了 對 我們那個題目可以再想 讓大家想久一點嗎 沒有辦法 我好痛 好啦 今天呢 我們現在要恭喜的這個階段 Jane搶下了一分 我們現在看到Jane 還有我們的吳淳恩 都是各得了兩分 Den Pay 也沒有問題 你現在有一分 繼續加油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智慧王的第五題是 本題目是由 南加州Toyota經銷商所提供 第一代的Toyota Camry 是從哪一年開始生產的 1.1977年 2.1980年 3.1976年 4.1982年 請作答 好 來 公佈一下正確答案 你們選擇自己心目中覺得的正確答案 分別是143 沒有人選2 1980 而且這四個選項 應該都比你們出身的早 對不對 拽什麼拽啊 你們幾乎 你選的是3 1976年 為什麼 因為Toyota這個牌子 我覺得是一個很老 很好的一個牌子 所以我就 我其實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最久的 因為他們就很有經驗的感覺 所以我就選了3 雖然你這個講法是對 但是你不要忘記我們剛剛的題目是講Camry的這個車款 我們不是講這個長牌 但有可能啦 你講的是1976年 那吳泉恩呢 你講的是1982年 我算命師說如果跟車有關就全是 你算命師倒是懂很多 是他很厲害你知道嗎 算命師倒是 你要介紹給Toyota 對 需要欸 算命師有跟你講說 你今天大概可以拿多少錢嗎 他後後後可能不會過地關 我們要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算命師 對 等一下知道他厲不厲害 對 好 來 田沛呢 你選的是1977年 對 因為我覺得 我真的沒有覺得什麼 就覺得 我剛剛就是想了一下 直覺 直覺啦 這一題真的是直覺 不覺得是1977年 好吧 我們看到呢 在這個階段 三位參賽者選的答案都不一樣 這題的正確解答是什麼 請看 41982年 算命師趕快推薦給我 算命師不錯 這個算命師很好 但是我們等一下還要再看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過這個 沒錯 對 這個階段我們看到呢 現在吳泉恩呢 這個算命師已經有三分了 非常的厲害 好啦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智慧王的第六題是 中國的三大姓分別是 1. 陳 李 王 2. 陳 張 李 3. 張 王 李 4. 張 林 王 請作答 請作答 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選項 我們看到呢大家又選不一樣的了 沒有人選 陳 李 王 先從健開始好了 健你選的是3 張 王 李 根據什麼選了這個答案 張3 李4 大家都知道 所以說張和李應該是會入選 所以就是 然後我發現 我其實認真看 發現好多都有張和李 我本來選的是4 因為我姓李 但是後來我記得他們說 我的姓沒有很常見 對 所以我就改成了 跟4最近靠近了3 對 張 王 李 張 王 李 那吳權 恩呢 我選的是 老鄉這問題我沒有聽過 可是我大部分的朋友 請張 林 我 你這個推理也可以 你身邊的朋友 他們的姓是 對 最常聽到的 0 好 你選的是4 來 那田配呢 你選的是2 陳 張 李 陳算大姓 我覺得 因為我媽姓陳 OK 所以為了尊重他 我就是選這個 對 我覺得要尊重他 那媽媽姓陳 那為什麼沒有選第一個 陳 李 王 因為 我覺得王就是 可能筆劃太少 我就剛剛就直接跳過 對 你又得罪我們製作單位姓王的人 也不是這麼說 我是說王很珍貴 所以我就是 應該是說 對 李 對 張三 李四 也是那時候 我剛才有時候想了一下這樣 超高 你們這個選項 我覺得 這一題太難 這一題真的太難了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解答道理是 詹 張 黃 得到了 搶下了這一分了 我們現在能看到 剛剛的這一題呢 就是被我們Jayne拿走了 現在只剩下兩題 到第七 第八題 看一下第七題是 以下哪兩個國家 被譽為數學的搖籃 一 希臘和阿拉伯 二 發比倫和古埃及 三 中國和古羅馬 四 英國和法國 請作答 越來越難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 選的是 3 1 1 我跟Jayne選的一模一樣 我是選中國跟古羅馬 來 你先跟我們講你的原因 這條題我就在1和3之中 猶豫不決 對 然後 但我覺得希臘 好像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 所以覺得好像 對數字的敏感度 可能沒有中國和古羅馬要強 對 我自己是覺得 我跟1跟3我自己在選 我覺得感覺起來 好啦 我這樣子講 感覺起來好像 因為這題我真的是用猜的 但是我是覺得 以前都會知道 阿拉伯數字 阿拉伯數字 對 對不對 所以感覺起來 數學跟阿拉伯應該是有關係 但是我們中國人數學又很強 那 全哥你為什麼會選1 希臘跟阿拉伯 我上次也是1跟3在混 所以我覺得希臘 因為它很多知名的歷史家 是 也是很多天文學家這樣子出身的 然後阿拉伯當然也跟你講 就是數字 對 所以我想說 那可能1會 應該會比較 是答案 可是其實古羅馬的數字也很有名 來 田佩你呢 我剛才是先想 就是數字 阿拉伯數字 然後就看到 有阿拉伯這樣 對 就是中國也是在想 因為中國人數學很強 可是他說搖籃 想說 中國應該是比較成人教育那一塊的 所以 就是搖籃的話 我們就從阿拉伯數字1到10開始學這樣 就是有一點道理都在想一下 OK 真的 真的耶 你都算你是怎麼國的了 對 我會改答案 厲害 我需要真理 我就是 真的 好啦 希臘跟阿拉伯呢 是我們無權還有田佩的選項 但是呢 我們的建議呢 選擇的是3 中國和古羅馬 證據解答是甚麼 2 巴比倫和古埃及 我答錯了耶 真的啦 那可不可以 我們也學 東西不易 睡到東西很棒 睡到東西了吧 這一題的正義解答就是 巴比倫和古埃及 好啦 我們現在看到的呢 當然 這個領先的就是 我們的 李亞棠 還有呢 我們的 我們繼續玩下去 好耶 來 智慧王的第八題 好耶 來 以下哪一種農作物 原產於中國 一 玉米 二 荔枝 三 芝麻 四 辣椒 請作答 好的 我們這一題 我覺得 容易度 兩顆心 好不好 來 Jane 你覺得呢 你選的是芝麻 為甚麼 我用排除法耶 荔枝應該不是 因為 我想改 我想改 等一下 你先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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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聽你的 你的原因 因為我記得 之前有一首古獅子 好像是什麼荔枝來 就從遠方來的 感覺是一個很珍貴的東西 應該不是那種 唾手可得的東西 你看 賣弄一下我的成語 然後 辣椒好像也聽起來 像是就是外國的 芝麻 感覺中國 好像吃芝麻糊的感覺 比較久 玉米我知道應該不是 玉米應該是另外一個 東南亞國家 所以我就選了三 而且我對三這個數字 是特別喜歡的 好 你選的是三 不能改 但是你剛剛說 你想改 但你原本想改 是改成什麼 其實我想說 初期不宜選個荔枝 因為他之前 那個詩詞 我突然發現 他不是從外國運過來 是從國內運過來 所以應該 國運來的 對 所以應該 二 三之類的吧 其實就像我講的 難易度兩顆心 那 吳圈恩寫的是一 玉米 為什麼 因為 我實際上也是一跟三 在排回這樣 可是 因為我知道很多其他國家 比如說一開始種的都是玉米 可是我知道中國應該不會 可是我想說 難度可能最後一題 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可能是一個 就是要 考驗一下 考驗我們一下 可是我覺得我是一或三 那我就選一好了 覺得是一玉米 好 有可能 辣椒 甜配 好 來 我再看一下你 來 幫我們上一課 辣椒的原因是什麼 請說 辣椒的話呢 你就想想看 好 我想 我想了很久 對啊 怎麼樣 我真的想不透 所以我就想說 不如我就想說 因為中國人很愛吃辣 我們就來想一下 推廣一下 希望大家最後一題 可以想到一下辣椒 就用推廣的方式 用推廣的 親和一點 墨西哥人不愛吃辣 韓國人更不愛吃辣 我們先不提他們 OK 我們要 身為中國人的我們 我們就講中國 對 我們就講中國 其他人先不要想 不要想 我跟你講這一題 我覺得是荔枝 我覺得荔枝 大家可能在美國 雖然可以吃得到荔枝 但是它並不是隨手可得的 大家呢 忘了去選它了 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 請看 2 荔枝 就是荔枝 對對對 對不對 可是我其實也是 差了一點點 因為荔枝是南國水果 對 我是南方人 我應該 太久沒吃到了 趕快製作單位送一點 其實你有讀到啊 對不對 對 甜霈既然建有公平的地方 怎麼辦 現在呢 今天只有一分而已 再把今天 為什麼別人有三分 你有一分 講一下 為什麼 這個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 我們人不能貪心 對 像比如說 我就是勵志以後 要成為明星啊 就想要做音樂方面的事情 像這種勵志的事情 我真的管不了 我真的好累 我好累哦 Rui 你現在就是呢 在全國的電視上面說 每一個明星都沒有智慧 不是 不不不 是說因為我個人的能力有限 像荔枝辣椒 我真的 我真的 把傻分不清楚 我真的傻傻分不清楚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看到哦 非常的可惜 我們要送走甜配了 但是呢 吳全恩 還有Jane 在接下來的大魔鏡單元之中呢 他們呢 又有誰可以勝出 趕快進入到我們的大魔鏡 現在成功進入到我們大魔鏡的 就是Jane 還有全恩 恭喜兩位 這個單元之中呢 當然就是要考驗你們的反應 你們的眼力 還有你們的想像力 我是說希望少出一點誠意 有沒有誠意我就知道 可是你不是說你自己有練習嗎 有 沒有把握嗎 算命 你算命的 算命是說有誠意 可是他現在 和他22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 所以你誠意應該拼不過Jane 對可能有吧 一時二鳥 對 一時二鳥 希望十步笑百步 這一類型的體妹是不是 你就好好的祈禱一下 看今天會不會這些題目出現 所以Jane你有把握嗎 在這個單元之中 很難講 因為我覺得凡事皆有可能 對 沒錯 一隻題就出了 你現在就是 哽哽於懷 出來是不是 就一直在飆成語出來 這個階段呢有五題 兩位先把零準備好了 不要讓對方 只要是自己確定的答案 趕快按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階段呢 我們會取最快 得到兩分的那一位 進入到我們本地下的搶牽網 準備好了嗎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大魔鏡的第一題是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看圖材四字成語 尾瑩來 大同小異 這樣很開心嗎 對了 這就是正確答案 大同小異 這句話你知道吧 這就是聽過 這沒錯 那同小異 我跟你講我剛剛就在 我家已經給你們一個提示了 就是說把零先準備好 因為這一題 送分題的送分題 比的就是你們的反應力 還有 吳全恩 繼續準備 好 希望不要第二關這邊淘汰 你要小心 沒關係 有人在第一關就被淘汰 舔沛 對 不用緊張 好 這個地方呢 如果Jane他再搶下一分的話 就結束了 結束了 他就可以進入到搶架 我就要換下一個算影子 好 好好把握 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圖中的展開圖 可以拼出下列哪一個六角柱 請搶答 請搶答 好 Joshua 按下來了 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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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oshua 按下來了 好 Joshua 按下來了 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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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答答 錯了 給搶答答 兩位在這一題之中 都沒有 我好認真地說 還滿有把握的 因為我記得有兩個黃是連在一起的 你等一下看 對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對比了 對比之後的正確答案就是 1 沒錯了 正確答案就是1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戰略 對不對 因為吳全文已經按下了 他已經幫你刪掉了一個答案了 慢慢地仔細地想一下 這一題很遺憾的 兩位都沒有答對 我們來看大魔鏡的第三題是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照片當中是哪一個國家的聖誕春 1 芬蘭 2 冰島 3 阿拉斯 喔唷 哇塞 胡全文 我如果不要死的話 就要先出答案 對 本來就是啊 我覺得應該會是阿拉斯家 為什麼 因為它有Aurora 就是那個 黑極光 對 好吧 阿拉斯家是不是正確答案 2也有 答錯了 嗨 好 進 2號 冰島 哇 嗯 2也有對不對 你知道我剛剛一直在數那個聖誕樹 你不可能就 6個 6個 你不可能這樣數聖誕樹 我剛剛跟你一樣 我剛剛看到那一題的畫面 我一直在想說 他們一定會講說 途中有幾顆聖誕樹 老大我剛剛在這樣想說 只有6顆 所以是有6顆 這一題你選的是冰島 去過 我沒有去過阿拉斯家 但是我去過加拿大看極光 然後所以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about極光 對 所以阿拉斯家長得不太像 應該是冰島 因為我朋友去過長得類似 通常這種呢 附加的註解 要答對正確答案 再加比較不窮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剛剛的這個註解 有沒有派上用場 你猜的是2 冰島 答錯了 三兩個 好 好 糟糕 我的天啊 整個套路好恐怖 你首先搶 然後3不對 然後馬上2 然後很肯定的2 然後9 都不對1 你剛剛就在那邊肯定的要命 說 倒一倒吹 我真的不知道分 下一題是1 還是1 我不知道芬蘭也有北極光 我也不知道芬蘭也有北極光 這幅畫是抽象派畫家米蘿的作品 請問這幅畫叫什麼名字 1 展翅的微笑 2 生氣蓬勃的風景 請搶答 好 2選1的 來 Jane 如果是你贏了的話 我們待會吃亂吃 可是這題是關鍵題 如果你答對的話 就是你了 1 因為我已經想好了 這題一定要選1 OK 好吧 那看一下能不能夠 因為這一題保送你 到我們等一下的牆 前往前選的是1 展翅的微笑 答錯了 來 我覺得 是亂吃 記得 等一下 也不用高興的太早 有人在2選1都選錯 你覺得是哪一個答 這有點困難 2了 確定嗎 對 你真的覺得是2 像我們吃牛排 他剛剛是讓 我覺得他讓我 因為我是想做好兩個準備 就是如果答對 那我就那個 但是如果答對 Joshua也會 我跟你講 你們是標準的新任王 為什麼呢 你們懂如何讓自己 在電視上面的鏡頭多一點 哎呦 不錯 有沒有 分析一下 好吧 哎呦 我也不知道 Joshua他選的就是2 是不是正確答案 是嗎 對了 就是2 生氣蓬勃的風 想不到 怎麼可能 這樣答對了 好啦 各得了1分 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階段的第5題 相當的關鍵 因為呢 現在誰搶下的話 就是誰 進入到場前王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圖中的標誌代表哪個組織 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 世界貿易組織 請搶答 來 5 4 好 來 Jane Jane已經搶下來了 這題真的 跟我講你的 等一下是牛排還是龍蝦 不是 你就有可能是他 你覺得是什麼 就是2吧 你剛剛是不是又在那邊算 說有2條 沒有 因為我覺得貨幣組織 應該不是會用紅藍綠 嗯 對 我剛剛一直在想 紅藍綠 6條 只要旁邊一字 123456 紅2 紅3 綠又幾 真的 然後我還想說 他是不是會變成陀螺 還是怎麼樣 對 也可能是2吧 覺得有一種感覺是旋風的感覺 覺得好像全世界的貿易都 蓬勃發展 是不是很會講 你還已經金頭腦了 2 你選2 世界貿易組織 是不是正確答案 對了 OK 對 就是2 世界貿易組織了 這個階段我們來恭喜的呢 就是 JIMM ASHUR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不錯啦 今天呢 我到這邊 我們的第二單元了 感覺怎麼樣 剛才不錯 覺得非常地冷靜 我覺得我真的很好 對 好 那希望你下次呢 能夠呢 再讀更多更多的資訊 沒問題 到我們的節目之中 OK 好的 好啦 那麼呢 我們這個JIMM 他呢 今天表現一路上呢 感覺起來成績很亮眼 在搶前王的單元之中 他又能夠搶下多少錢呢 趕快喔 進入到的呢 就是我們今天呢 非常緊張的 搶前王 Woo 本節目有 南加州Toyota經銷商 許氏森葉集團 BROF 好湯漫漫 UrbanVeror 富華信托銀行 OZIN 贊助國出 JIMM 恭喜囉 OK 這個單元有看過吧 有看過 之前有沒有在電視上呢 其他參賽者在答題的時候 你會很恨說 這一題我會 他怎麼會答錯 有沒有過 不然都是 這題好難 他怎麼竟然會 慘了 相反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 跟你講 站在這個地方呢 一定有很多題 你都會 不要緊張 好的 好不好 放輕鬆 自己有沒有先預測過 大概呢 可以答對幾題 至少一百 我每次才有自信 不會啊 五千 你就是要五千的話呢 那你就要等一下 在六十秒鐘之內呢 十題全部都答對 你就可以有五千了 那麼這個吳泉恩啊 你的算命師有沒有算過 他大概可以答幾題 他說這個他還不知道 我事實上我一定要換一個 所以我覺得他 你覺得他大概可以答幾題 五題吧 五題 顏沛呢 你對他的了解 他只那麼的一算 他才是真心的算命師 你說十題 他說七八題 你又說五題 很樂觀的一群人 我只能說 我好 七八題 好 有可能喔 因為是有人答對 對 到差不多有個七題八題左右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在這個階段 到底有答對幾題 來 上請就位 準備好了嗎 好了 我們的搶前王正式開始 倒下 開始 10 9 10 7 6 5 4 3 2 1 請拼出胡須 Bear 的英文單字 DARD 50不效百步出自哪一本書 過 電影《綠野仙》中 The Wizard of Oz 是發生在美國哪一周 過 小明用一百块钞票 买了三个分别价值十五元的面包 请问小明还剩多少钱 五十五 草莓的花是什么颜色 绿色 当球体直径增加一倍的时候 它的体积增加几倍 过 春城无处不飞花的下一句 过 阿秋比秋是哪一个国家的能胜 秋比秋过 成人通常有几根骨骼 五十六 野兽主义的代表画家是谁 五十步校百步是出自于哪本周过 都裹掉 我想起来了那个 想起来那《Wizard of Oz》的那个 哪一个 好像是路易亚娜吧 电影《绿耳先》中 《Wizard of Oz》发生在美国哪一周 我记得好像路易亚娜 肯塔基州 肯塔基州 那一集呢 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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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Wizard of Oz》的那一集 你至少有拼对 请拼出胡须 《Wizard of Oz》的英文单字 D-A-R-D 对 对不对 45的那样 然后呢 算数题呢 也算对了 《Wizard of Oz》还不错 小明用一百元的超票 买了三个个别价值十五元的面包 请问小明还剩多少钱 55 草莓的花是什么颜色的 我想错是草莓的草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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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想說你就是講那個綠色 因為最不可能就是綠色 萬一是綠色呢 它是葉子啦 我們的花有沒有人猜猜看 真的是摘過草莓 紅色 你呢 白色 白色的 我摘過草莓耶 我摘的假草莓 對 你可能摘的是假的 而且我們是要先開花才會結果 對 所以你可能摘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它旁邊有一個小白花 對 其實還沒有開草莓 還沒有解草莓的 旁邊的是小白花 這個階段呢 不錯 成績呢 還是很亮眼 剛剛呢 加幾一算 沒有 比一百塊多 比一百塊多 剛剛加幾一算呢 大家都算錯了 因為呢 你答對的是 兩百塊了 喔 可以 不然會變四百 對 我跟你講 所以就代表你想玩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們已經想好了 你們已經有想好的一個戰略 我跟你講喔 因為呢 這個兩百元 很有可能 到最後真的一轉眼 完全不被任何的力量 是的 它就瞬間變雙倍 變成四百元 對 你覺得今天這集有可能嗎 非常有可能 來看一下它是真的可以帶走四百元 進入到的就是我們的大魔王 哇 恭喜客席我們的 JEN 進入到了我們今天呢 大魔王的這個單元了 昔日戰友呢 也站在台上呢 要給你祝福了 JEN 我告訴你喔 剛剛呢 在上個階段呢 你累積的獎金基數呢 為兩百元 您上個階段講得沒有錯 在這個階段呢 我跟你們講 很有可能會帶走的不是 就是四百元 因為呢 其中的一個箱子 我們看到台中呢 有三個保障箱 其中的一個箱子呢 就是獎金乘以二 可以呢 讓您直接呢 帶走四百元 但是其中的一個箱子呢 遠離它 它就是我們的大魔王 獎金歸零 對 但是呢 另外一個箱子也很棒喔 因為呢 今天呢 可是好運氣了 這個箱子呢 高達六百元 價值六百元的精美禮物喔 就是呢 BioBedet的智能變作 BioBedet呢 它真的是非常好用 它有多好用呢 它是用不鏽鋼設計的 所以呢 它捨問是可以調整的 再加上呢 如果是對於女性朋友而言的話呢 它絕對是既衛生又健康 還有呢 它的這個智能變作喔 非常的穩 有多穩呢 Joshua都可以做 不管它怎麼樣做 好想要喔 對對對都是非常非常的穩 再加上呢 它的這個變作上面的這個圈呢 它還是有加溫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 對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一起 走上去上廁所的時候 好害怕 好害怕 我上去的一坐下去就醒了 是這個樣子 憋尿憋了一整天 不需要了 現在你有這個BioBedet了 智能變作 而且呢價值六百元 讓你們這麼做 都能夠非常的舒服 一坐就不想要起來了 而且呢還能夠呢 節省你們家衛生紙的用量 非常棒 它也在其中的一個箱子之中 要玩 就選它 要玩是不是 四百塊不要 就不要它 即使你說實話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算獎金Double的話 你也不過就是四百元 但是你如果真的選到了 這個精美禮物的話呢 你就可以帶走 價值六百元的智能變作 好 現在呢你說要玩對不對 一定要玩 為了它 真的 好 現在我就讓你 有一點點的時間 好好的端倪一下 台中的三個 掌聲請看 不能摸喔 不能觸碰喔 我聞一下 你可以聞它 可以 絕對可以聞 有聞到變作的味道嗎 有聞到變作的味道嗎 等一下 其實有真的氣味上有差耶 再聞一下 你最好是氣味上有差啦 因為被他一講 我想說會不會是 真的氣味上有差 決定好了之後 大聲的告訴我們 我可以稍微先玩一個小遊戲嗎 跟我的戰友們 當然可以 你要問他們嗎 當然可以 來啊來啊 吳群恩 你覺得他要選幾號 你個人選一個數字 然後我們剪刀石頭布 誰贏了 就挑那個數字好不好 我選一號 我是三 我是三 OK 交手布 三二一 等一下 你過來 三二一然後出 你過來 三二一出 OK 剪刀石頭布 好 剪刀石頭布 OK 你們兩個 好 剪刀石頭布 交手布 是幾號 一號 OK好 一號 就一號香 我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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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選擇的是 大聲告訴我們 一號 一號 一號香 我從來沒有看過人家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我為了就是做便器 真的非常 用剪刀石頭布 拼出去 到底呢 我們的吳群恩 他的這個 一號香會不會是 你要的是什麼 精美禮物嗎 我要禮物 對 好 那你剛剛原本是三號香 你自己對不對 我是就隨便選一個數字啦 對 好我們現在先開三號香 三號香到底是什麼 看一下 三號香是 三號香是 哇 我的天啊 我們跳 謝謝 謝謝 OK 現在 靜下來 你現在不管是四百 這個就是六百 對不對 好開心喔 要嘛就是四百 要嘛就是六百 我們等一下 完就可以把它用一下 你去看囉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一號香 哇 哇 真的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要是你要的 來來來 到我們的台前 來來來 到了 等一下吃完嫩之後 我們要安裝一下 用 可以用喔是不是 對 非常的恭喜喔 我們的Jay呢 在最後呢 如願以償真的選到了 自己想要的價值高達六百元的 法要配的智能鍵座 棒棒棒 今天呢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感覺怎麼樣 超開心 因為又可以見到舊朋友 就不只是參賽選手 還有就是果凍哥啊 還有就是聖影大哥們 就真的工作人員 非常開心 真的很熱鬧 而且還可以拿到禮品 對不對 而且還有就過聖誕的feel 就唱了一首歌 雖然路頭已經很高 會很棒 而且呢今年的聖誕節 你可以大吃大喝 對 然後因為有他 有他了 對 什麼都不用怕了 吳淵安 最後有什麼話 要跟大家說的 我當然是非常開心 對 這個東西我們吃得到 對 完全就是團隊精神 天佩呢 成功了 不是變作就是錢 所以呢 相信呢 你們今年呢 大家的聖誕節 一定會過得非常地開心 最後我們大聲地祝福 全部的觀眾朋友們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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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恭喜 好棒喔 好棒喔